点前锋哥 前锋啊 我的天啊 对 我想看他垮掉 看他垮掉 你有那么讨厌他吗 好 从这个来 我发现 垮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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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现 这可以 这可以 我们最不了解的老师 是监考老师 你刚才一讲监考老师 我都一气 对 一走 监考老师你最害怕的是什么 就是犀利的眼光 是 因为作弊心虚 所以你就会觉得 他一直盯着你看 我有个老师 真的是很吓人 我现在想要冷汗都出来 他不看人 他就这样 然后我们在下面 老师不看 那赶快行动啊 然后老师就闭着眼 吾以善小而不为 吾以恶小而为之 然后我们就吓得 就赶紧就扔掉 然后但是有几个胆子大的 还在那里动 然后那老师就 事态炎凉 人心不孤 就好可怕 就冷剑放下来 天不知全 然后就 对不起 就这样 长 我也不喜欢作弊 我有一次遇到一个特别可怕的老师 那老师一进来就说 今天是个好日子 同学们 大家就是开卷吧 没事 老师不是来监考的 你们随便抄 真的假的 我真的相信了 很多人都相信了 就把自己准备的那些胳膊 也撸起来了 裙子也脱上来了 那些小桌都放上来了 到你所有的道具拿上来 老师拍俩手 从后门又来一个老师 一起把所有的道具全都拿走了 哇 这个更狠 这个太狠了 我告诉你 局长 我在初三升高中的时候 监考老师完全不是这个学校的 要跑到另外一个地方 对对对 异地监考 然后不认识的监考老师监考 突然间到最后一道题 我拿出来要抄的时候 拿出来一抄 然后老师一个眼神看着我 我真的对视了 你知道我当时是什么举动吗 就人整个懵的吗 我就这样 我疯了 你知道吗 我当时真的是这样的 但是 但是做完以后呢 老师就让你紧 老师就让我 老师 老师 你真的是什么傻子 就是 没有啦 老师不可以这样 然后我当时就想 我死定了 我就头慢慢低下来 我大概看到他有五秒钟 我头慢慢低下来 我当时就想 哎呀 死了完了 就死了 我爸爸知道已经打死我 然后再过一会儿就没有反应了 然后再看看这个老师 上吊了 没有啦 这个老师就 我看他 他放过我了 他竟然这样看到我以后就 放过我 我告诉你是为什么 因为小时候我长得帅 无敌是多么 多么寂寞 来人呀 来人呀 吓死他 好过分 这个故事 真的真的 我想说张老师 算是很帅的 你这样子他就放过你了 他真的放过我了 最后在成绩当中体现 对 在成绩当中 其实越那样 你心里越发毛 你不觉得吗 薛志倩如果你当老师 发现有作物的 你抓不抓 如果那个人 薛志倩 薛志倩如果是我 薛志倩 薛志倩 杨迪你出来 不是 老师 出来 我还没敲 都是他 老师 老师我举报 我举报杨迪 不是举报杨迪 杨迪这种 估计连考场都进不去 我们来问一下雪峰 雪峰 你是老师啊 你给我们讲讲 监考老师 表面看我是一个考验老师 其实我也是咱们 火星四大名补之一 因为今天我带来了 我们火星四大名补 最会监考的四位老师 来 有请 哇 四大名补 四大名补 哇 首先要给大家介绍的是 号称考场铁手的孙老师 我的秘籍就是用看你的眼神 我就能知道你是不是要作弊 哇 什么样的眼神是作弊的眼神 第一种是学霸型的 它的状态是很淡定的 它是这样子 它不会管你的任何反应的 第二种考生是准备作弊的 它的反应是这样 真的我就有 下面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 这位隐藏在西北地区考场 被称为考场捕手的陈三 这个老师看去很可爱啊 对啊 一点杀伤力都没有 给大家解释一下 他为什么叫做陈三 因为他曾经在一个考场抓住地 抓的这个考场就剩三个人 哇 老师 你不能给我们留条活路吗 别人是杀鸡敬猴 我连猴都不留了 我猴都不留了 最后我要给大家介绍的 就是我们的人称新鸡哈的巴哈老师 如果这件难道的话 就头烧碎 腿打蛇 那边事儿打骨折 真的假的 他就是 有没有作弊 有没有作弊 就是在考场上没有抓不到的 只有想不想抓 像刚才你们说的那些作弊方式 其实我们这些老师在平时监考的时候都会抓的 不信我们见招柴招 来来来来 我们来说一下 有有有 有弄个皮筋绑腿上 弄再弄一个皮筋顺出来 然后把这纸贴在皮筋上一顿 一松手弹回去 见过这种吗 女生作弊和男生作弊还不一样 因为女生是长头发 她长头发的时候考试会披头发 因为老师不是看眼神吗 我不让你看到眼神 我全部挡住 来 咱们马上考试了 女同学把头发全部扎起来 扎头吗 其实这种夹带小超是考场当中作弊手段比较低级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只要准备小超了 你要有动作的话 你首先一定会反应到眼神上面 对 大家都是很淡定的 就你这个女同学戏特别多 老师我头发是从这里长出来的 我眉毛太长了 神经病啊 我这边有一个招数是真的 比如说今天考英文 外面那个同学就去做同样的卷子 他就在里面接电话 但也不是耳机 他有两颗黄豆大小的磁铁 在他耳朵眼里 电话响了以后 这边是耳机 那边有人给你打电话 好 我们开始了 ACBCC 听清楚了 咳嗽一声 你真的不知道他在作弊 他就是只是在作题 你那个是放在这边的 像发包机 现在还有一种是塞在鼻子里面的 它是震动的 就震一下A 震两下B 真的假的 那考完一场 是鼻子会肿这么高吗 第一 就是现在大型的考试的话 都会有那种安检仪的那种东西 你身上只要是有一点点金属 都会被检测出来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现在大型考试作弊 是要入刑法的 是要蹲监狱的 所以说在此提醒各位考生 在大型考试的时候 千万不要以身是法 否则后果自负 天啊 我觉得老师最厉害的一进去 同学们 我国法律规定 这招太狠了 就是要入刑法这个 在像今天这样的大考当中 如果谁作弊 将会所牢 在大型考试作弊 在古代的时候 监考官往往抓住那个学生的话 他很有可能一转背 就变成监展官 啊 刚才